地铁男神 地铁男神 我从最初开始去找她的时候 就经受了很多的责难 他们认为我去喜欢一个他们眼中认为是普通的人 就不符合社会常理 因此百般地质疑我 其实我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和喜欢一个普通人这么普通的一件事情 但就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 我做起来就非常艰难 表面上王冠冠是很乐观的 上场之后也一直都在笑 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 但坚强的背后 往往还隐藏着一种伤痛 甚至是自卑 所以呢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今天实现自己的梦想 把美好留在自己的身边 男神今天会不会来到现场 请你到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好吧 来站到台阶下 再问你一遍 光伯 你依然坚持要打开最帅 告白之门 如果没有人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知道 那你要想清楚 那干脆别开 万一要真没人怎么办 如果真的没人 我不想再找了 不想再找了 他要是来了 是跟你做朋友的 我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那如果这两个选择当中 让你选择一下 一个是他不来 一个是来了不接受 你选哪一个 他不来 他不来 好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一下 五 四 三 二 一 你依然坚持要打开最帅 告白之门吗 五 四 三 二 一 敢看后面吗 没有来 你从哪看见他没有来 你从哪看见他没有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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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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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重新追求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面对着这个镜头 跟你的男神说一句话 无论他听得到或听不到 都是对他的一个告白 祝你幸福 别哭了 悲伤很快就会过去 祝你将来生活幸福 也许在杭州我们还碰得到 我祝杭州 谢谢 好吗 好 收起眼泪 微笑一点 再见 Totally 雨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